你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的据说是在不中那一代的有一间咖啡店的老板 就跟他的顾客的起了一些冲突了哈 然后事情的来龙去卖大概是这样 就是他有一些顾客的踏进了他的咖啡店坐下来了 然后有点餐就是点那些小贩的那些餐点啦 ok 然后 但是没有浇水 而且呢还把自己 带来的水壶给放在了桌子上 就是摆明等一下 我就试试要吃这些小贩档口的食物 然后再配自己的水壶里面的白开水 然后这个老板呢看到了这个场景了就忍不住了哈 就在那边破口道嘛 就说呢 你们这些都是穷人的 交不起水了哈 不要来做我的咖啡店了 不要浇水就不要进来了 给我滚了什么之类的哈 所以就态度的非常的恶劣哈 也就是因为这么奇葩的行为了今天上了各大报纸的头雕了哈 今天几乎是所有的报纸都看得到折一折新闻了这个老板是彻底的红了 虽然他打了马赛克 但是 大家都知道在浮总 然后呢大家都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啦 只要熟悉那边的人啦 我是不熟悉啦 我是在楼封嘛 好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了哈 这个社会现象了哈 当然 将心比心啦哈 我如果是这个咖啡店老板 好 我经营一间咖啡店我的收入来源有两个 好 第1个就是 这些 小贩的档口啊 每一个都要给我租金了 OK 这是第1个收入 然后第2个收入才是真正的主要收入就是呢 卖水的收入 就是 我 租这些档口啦 其实不是要他们给我租金 纯粹是要他们带那些食客过来来吃东西 然后呢顺便浇水 浇水的话就我垄断这里卖水的生意 其实所有的咖啡店老板主要赚的钱都是卖水的钱 然后那个 租金只是 一个辅助的作用 然后 我作为老板我还要给 水电租金 尤其是租金 尤其是在那些黄金地带了 你要开一间咖啡店 通常是要早一点脚头间 脚头间的租金又特别的贵 OK 这各种各样的因素加下来 当然作为老板是希望每一个时刻 都可以坐下来吃东西 然后顺便浇他的水 如果 不浇水的话 这样的话 我就只可以赚 那个租金 但是我赚不到你喝水的钱 而且我还要帮你骂桌子之类的 然后呢 如果有些老板想不开的话 往这一条路一直不断的转 牛脚间下去的话 越想越佛滚 就破狗大骂了 就造就了今天这个事件 所以我已经分析到很细了 整个事情的来龙气脉就是这样 然后 当然这个顾客 也是 非常的 不敢示弱 就是说 我也是有妈妈生的 凭什么我要在这里给你骂 我不要浇水就不要浇水了 中午骂我穷人 还要骂我什么很难听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东西才会放上网 如果施主 不放上网的话 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是不是 OK 好 所以我们 现在就来做一轮保青天 工作 有礼 薄手 薄有礼 到最后呢 我们作为这个旁观者 我们来接驳一下 我们来判断一下 到底谁对谁错呢 OK 我先讲一个结论 基本上我判这个老板错 顾客是没有错 为什么 OK 我们现在我们身为一个顾客 我们去到这个 咖啡店 可能是一个午餐时间 我们就是要去吃午餐吧 OK 然后我叫了一跌 炒果条 来吃 我不是很想叫水 我可以不要叫水吗 然后 我叫了这跌炒果条 炒果条的那个当口的当主 有付租金给你老板的 所以间接的我这里我也贡献了一部分的租金给你 我不是说 我是完全没有东西给你的 我也是有贡献一部分租金给你 所以 我已经是没有欠你的了 那一点点的租金就当做是你的 这个 水电啊租金啊还有卖桌子的钱 其实我没有欠你的了 我主要说就是 作为一个顾客我其实我已经没有欠你的了 OK 然后 之后呢 要不要叫水这回事呢 我有两个考量 第1个考量就是 钱的问题 现在一杯水呢 也不便宜了 最近我在咖啡店呢 喝一杯茶最贵可以去到2块6 OK 最近刚刚几下从2块4起来2块6 古来 古来罢了 OK 然后 为了钱的考量 这个水我觉得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 我不要叫水了 我吃就好了 没有问题了吗 有错吗 没有错的 是不是 OK 然后第2个考量 除了钱的考量 还有第2个考量 就是健康的考量 就是 我 怕山高 我怕得糖尿病 我怕巨小 我不要喝甜 可以不可以 如果我不要喝甜的话 我跟你叫一杯 喝了过后又苦苦没有味道 何必呢 何必将来虐待自己呢 倒不如 我自己带白开水来喝 是不是 所以第2个考量 健康的考量 所以在这2个考量之下 这个顾客 绝对有这个东西不要叫水 也绝对有这个权力不要叫水 如果说 你这一个顾客 坐下来 连点赤都没有点 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呢 就打开电脑 来蹭你的wifi的话 这样不可以 这样不可以 这样的话呢 我支持老板 可以赶这个顾客走 但是 他如果是有点餐 他纯粹是没有叫水 我觉得 老板说 顾客对 OK 所以我已经讲了 顾客这部分了 顾客有绝对的权利 这样来说 只点赤不点水 OK 我先讲一下老板方面 对老板方面 必须要谨记 一句话 就是 顾客永远是对的 就算 这个顾客再恶劣都好了 再怎么凹克都好了 你也要用软性的方法 要记住是软性的方法 解决这个事情 对客人 大呼小叫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绝对被禁止的事情 顾客就是上帝 顾客永远是对的 就算那个顾客是奥客 你要用软性的方法 让他走 而不是 跟他 对骂过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更何况你要对顾客 无礼的话 这个也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 在这方面 这个老板 必须要 检讨一下 无论是谁做老板都好了 无论你的顾客是多么的 好 合气身材 或许是 还有可以一个更软性的方法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 我真的是 心里过不去了 怎样都很想赚你这个钱 我就会 一直在那边加加10万里 要点水吗 要点水吗 我们有这个 这个这个 OK 然后第1轮你被拒绝了 过了5分钟 我再叫第2个员工 去问 要点水吗 要点水吗 你这样几轮去 他会不好意思 他可能到了最后 不厌其烦的 就好了 随便点一杯 就好像 你平时你去书店 你去书店 你 去看书 你站在一个地方看书 看久了过后 你会发现到 那个书店的员工 会突然间过来你旁边 整理那些书 OK 其实就是 用一种软性的方法 来逼你就范 OK 你给我面子 我也给你面子 大家不要撕破脸皮就好 你明白我意思吗 做生意本来就是如此 希望 所有的商家 引以为戒 以这个为一个教训 顾客永远是对的 就算顾客是 奥客都好 都必须要用 软性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